看看新闻网 让宅男的心碎的心意集照片出炉了 人家一起逛街呢 一起跟朋友聚餐呢 当然也要在恋爱圣地格伦比亚大学留个影了 这张看上去是四人约会的节奏呢 不过瘾 那这张呢 奶茶妹妹从后面搂住刘强东 甜甜蜜蜜亮瞎眼呢 不过立刻就被网友吐槽 说是妇女也有人训 还有一张更有家庭氛围的 两人排排坐吃饭 咦不如咱们来看看电商大亨和他的女朋友吃了什么吧 有海鲜饭 有一盘生蚝 一堆薯片 还有一杯小酒 据美国有人透露 这样一餐饭两个人大约要花费100美元 作为约会算是中上档次 但也并不奢侈 看来电商大亨总书还是保持了接见的好习惯呢 自打恋情曝光以后 两人就惹了无数阴陷 当然也拉了不少仇恨 于是两个人的背景被发得非常彻底 奶茶妹妹的几个前任纷纷露出真容 有高中男友 现在就读北京语言大学的语言达人陶杜平 有传说中的家底婆风的帅哥华汉 还有清华才子梁池 尽管奶茶妹妹之前曾否认过 但并不影响绯闻的发酵 相传梁池去年年底还非比美国挽回恋情 但到底没能阻止小天和东叔的相恋 而奶茶妹妹在美国期间经常出入疙瘩的摄影圈 结识了不少朋友 其中就包括了如今的男友刘强东 出乎意料的是 在爆料中奶茶妹妹竟然是主动的内访 这还不算劲爆 更劲爆的是 刘强东不仅有婚室 还有个八岁大的儿子 而这爆料的人正是他自己 在2010年的某次访谈节目中 他曾大方透露过关于儿子的不少信息 而且可怜奶茶妹妹小小年纪 就有可能要当后妈 两人要珍惜结伦理了 这家庭关系可得处理好啊 可是从小到大 我唯一觉得愧疚的就是他 儿子就是 只有四岁多 四岁多 他待避的时间很少 对 经常就一顿多 才能看到他一时 鱼游新的地 一入情往深思海报道